刚刚就是狐狸精 带着小狐狸烤饼干 然后他们拿饼干来给我吃 他们烤饼干谁敢吃啊 谁知道他们在饼干里放的什么 我啊 正打算全部打包给他们丢掉 妈 我跟你说 邵峰这个前妻 还不怎么好对付呢 他这个人啊 说起话来冠冕堂皇 好像大而化之 其实啊 心眼比谁都多呢 说住进这个家 是为了这个家好 我看啊 就是带着孩子来刷存在感 想从这个家里分离好处出去 他可能我吃了不少苦头呢 嗯 我知道 好了好了 妈 你放心吧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倒个垃圾 嗯 拜拜 你会有响啊 她就想转租一国 她就多换了 我全身身 你不得吗 之前你不是太多了 我怎么回事 你一 눈店 我 我都自己 你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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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叶子济 啊啊啊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厉丽啊 你是冠状了 你说 我房间抽屉青蛙是不是你放的 怎么不说话了 心虚了啊 什么你心疲惫啊 你恰恰恰走出来 像好饭不敢吃人 小孩怎么不怕 子琪 你敢有看青蛙 在和你爱的状态 肯定有 不然那青蛙 自己跳进我抽屉里面 家里头就这么几个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就你们子琪啦 无情无故的事情 说得有点有吃 你的肚子里面有青蛙 你拐子琪 如果这样你肚子里面的钱 肚子里面的小孩 怎么要拐子琪 妈 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要不是你们子琪的话 那青蛙怎么会在我房间里面 我没人知道 还是你要去问青蛙 叶子琪 你肚子里面有恶作剧 那是 没理由 青蛙是不是你放的 是啊 我就说吧 就是你儿子干的 他就跟你一样 在大家面前说好听的 只要日本人注意 竟敢是偷鸡魔狗的事情 紫琪 你去说话听过 妈 去 家里啊 紫琪啊 没头啊没唱 他这是第一条唱话在乡 敢有需要啊呢 你没担心 敢做不敢生意 就是不对 去过 可以 但起来 张嘉玲 罚贵就行了吗 我可是孕妇 他还有摔了一跤 差一点一师两命 光罚贵啊 所以你去把安装 现在是你儿子 差点杀了我儿子 这是杀人未遂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动口不动手 要打给我看吗 你之前不是说 你是叶家的媳妇吗 是我学姐吗 你应该机会教育啊 趁这个机会 教育小孩给我看哪 不然我以后 万一走歪路了 没办法 走歪 我会给你教育团 大事无限的严重 你别找到机会 就要刁难嘉玲 妈 我的要求 合情合理啊 那怎么是刁难呢 张嘉玲 还是说 你想仗着婆婆宠你 就这么混过去啊 还是 你根本不懂得 怎么教小孩 你要是的话 就说一声啊 我妈仗不是你个人呢 对 对 小鬼头 今天的事情 全部都是因你而起啊 你妈就是因为你才来骂的 你这个时候还敢顶嘴啊 明明是你手小鬼 子琪 不准再说了 她给我们送给她的手工饼干 但你还不能收藏 又说不容易 听话 我听到就很想起了 所以才会抓起我 把她打开了 合理 你真的这样做 做了又怎么样 我饼干倒掉 她就能整我啊 我不想当面跟张嘉玲吵架 当然背后说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如果是这样你就没主意 怪师师父把家人出去 子琪 你没做不对 不需要鬼 阿嬷说的算 我爱鬼啊 白人做不对 没想念是他的事 我就不敢跟你同样 这是我妈跟我说的 你真的要让他去鬼 这样不就算合理的他啊 他现在应该放他不开 合理 只是做不到事情 他心里也没错 我也应该跟你说一次失礼 现在应该知道 要怎么教孩子 没话说就知道了 他啊 你若是个兴风作浪 我让你叫少风 把你送去饭店这么大 妈 人家嘉玲 可比你会教孩子 你要真为仔细讲话 你才应该去住饭店 不然 好好的一个孙子 都被你宠生败家子了 走 阿嬷 阿嬷 你怎么来 阿嬷 咱们家可出大事了 公公被人指控 杀害刘清源 可能要被起诉了 怎么这样啊 有人去处理吗 至少现在处理 少风也知道 可这种事情 早晚都瞒不住啊 我担心少风的血经 会被影响 我就建议少风跟爸切割 可妈就听不进去 妈 这个时候 一定要做主啊 你打瓜哥气行呢 赤神在外面处理公共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先都联络不上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故意 不跟我们联络的 哎呦 喂 我怎样了 妈 完了完了 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证明 公公是无罪的了 爸被起诉是早晚的事情了 怎么办 你快建议 快建议少风跟爸切割吧 哎呦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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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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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问题了 听说文聪最爱的好事 这到底是怎么办 妈 文聪不会做这种事情 他一定是去我们陪伴的 现在赤神也有你到处理 你不要怀疗了 文聪就要让人起诉了 我怎样不怀疗 你看就会让文聪更自信 叫他把我解释清楚 现在下去 阿姨 先别怀疗 阿嬷 赤神现在在处理事情 你叫他来结婚的分心 外面的人都知道你担他 他去这不知道什么厄家的新闻 这样不用了 我来去找他 我现在下去 阿嬷 阿嬷 你别重复啦 你走得好啦 对了 你好睡啦 好啦 我去 都你啦 你没带母子去找阿嬷做啥 阿嬷 阿嬷 你不放心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要抱过阿嬷了 不然 等着爸被起诉 阿嬷去看守所跟爸会灭 搞不好会更怪我 阿嬷不要说得好听啦 你都是因为怕邵峰被我影响到 祖师啊 我为了邵峰 哪里错了 你为邵峰想有 没错 但是你不能只想到邵峰 你也要告入其他人 你刚有想过阿嬷现在几岁了 你刚有想过阿嬷如果知道这件事 他敢先想不到 阿嬷 我顾虑那么多 对邵峰有什么帮助吗 邵峰姓业 却得不到叶家任何帮助 现在还要被爸拖累 我看呢 还不如认祖归宗 改姓蔡呢 叫蔡慕玲一声吧 你是第二位高下 妈 你怎么又打我 我哪里说错了 买回来 怎么对你 怎么对邵峰峰 你心里没有数啊 他怎么看见母子两个 你心里清清楚楚啊 那邵峰改姓蔡的话 说不定 还能从他生父那边 拿到什么资源 也不会被爸的案件拖累 这不说不好 这不比死守叶家子孙 四个字强多了 反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就不如当着阿嬷的面 把话说清楚 霍莉 你是公元啊 你怎么看见阿嬷 躲在这儿 谁怎么没人在这儿 你凭什么对我大小生啊 我们在讨论家务事 你都是下堂七了 你跟外人在唱了什么呀 家里不是外人 我账甘妹 认定他是下堂的人 他就是下堂的人 哎呀 我不管江嘉玲是什么人了啦 我就不想沈默被这个事情连累 阿嬷 你搞清楚重点在哪里嘛 要搞不清重点的话 你就不如趁着自己住院 弄个什么健康检查什么的 顺便把脑子里面 都检查清清楚楚啊 你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别急啊 要不要大家都拆不住 赵莉 你的意思我知道 但是孝芳是不是要跟文聪 找回到 这不然看孝芳的意思 你出去了 少峰的死脑筋 这个事情 那么容易想通的 阿嬷 你想想办法嘛 我叫你出去了你没听到吗 你做媳妇的人 他要叫自己的上线 卖大高筋 打斗筋 借给你装 你怎么解开 你不要再上去 你一定要脑子 帮你帮我帮你帮上去 她能不能叫自己帮我帮你帮我啊 好啦 年轻 你要去哪裡 想到我好好不好 媽 你跟佳琳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有冤枉 我跟你們兩個怪怪 哪有什麼朋友有冤枉 你要讓你顧好 不能讓她出茶醋 我知道了 佳琳 你給阿嬤顧好 阿嬤顧好 我剛才跟妳說那位 我很想起 差點不少 她把妳破壞的事情說出來 沒關係 後天不通這樣 妳聽我跟佳琳說 無關任何事情都要讓我知道 不能問問 我知道 我相信製成一定有辦法處理那些事情 阿嬤 來 妳現在就好好保養身體 好 為人親愛的倒下去 妳放心 現在還沒把我眼睛拿起來的時候 妳今天晚上做一次 我相信你 沒有什麼事 你這樣做 你頂著我 谢谢观看